早派先和大家來完堅尼地城海濱 為何今次又來這裡? 因為它 今集239 讓米基和大家看看這東西究竟是甚麼 遠看,很有現代感 走近一點,發現裡面全部都是植物 其實這是全港首個結合水耕 和有機耕種的都市農場兼農舖 而這兩層色的水耕溫室 就是其中一個叫水耕園的項目 這裡13個垂直式多層種植架 有6,000棵農作物 每個月產量有1,000多公斤 外面和牆內的100個盆栽 除了有職員和義工打理 附近的社福機構和學校都可以有份參與 更有趣的是街坊亦可以以個人名義 申請種植盆栽 不過對我這些好奇心爆發的餵食鬼來說 當然不少得關心水耕菜和普通菜有甚麼分別 水耕的方式可以令植物不受氣候 和環境污染 降低松害 減少農藥使用 這樣就可以更加環保 而且特別的是水耕菜比土耀種植的菜 味道更加適合就當沙律菜那樣吃 不是只有港幣 這裡真的有沙律菜賣 一於讓我買兩棵自己試味吧 這個就是牛油山菜 然後這邊就有羽衣甘蘭 很大棵 而且你看它完全沒有蟲 沒有蟲 很乾淨 然後這個就是大葉山菜 哇這棵超大棵 這樣三棵就是60元 能夠在中西區有個都市農場 除了感覺很神奇之餘 還特別refreshing 下次大家來散步 還可以買兩包菜來做手信 今集二三九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兩集的 堅尼地城行程體驗